香甜暖糯又会爆汁的汤圆 配上清香可口的藕粉 好吃又不上火 先来调个藕粉 往里来两勺 加一点冷水 把藕粉化开 藕粉搅拌均匀 把枸杞 白芝麻放一起搅拌均匀 锅里加入清水 把汤圆先煮掉一边水 汤圆煮开了 飘起来了 就把它捞出来备用 另起锅少一点水 煮开后来加一点冰糖 不喜欢冰糖也可以加红糖 然后把汤圆放进去 再次煮开后 就把藕粉倒进去 边倒边搅拌 这样子藕粉汤圆就做好了 如果还喜欢藕粉粘稠一点 藕粉就多加一些 很多朋友说吃汤圆上火 现在加了藕粉 好吃又不上火